所以可以看到昨天這場投票 民進黨這邊有人跑票 竟然還發生帶頭的事情嗎 好是誰呢 就是民進黨立委吳秉睿的部分 而且吳秉睿還被酸說是超級豬隊友 為什麼 因為4月19號的時候 當時這個年改覆議案呢 投錯票反對民進黨提議的 就是吳秉睿本人 結果沒想到昨天的時候 他人竟然是沒有在現場 但是 還有人幫他帶頭嗎 來看到照片就PO在這邊給大家看了 吳秉睿的座位是空的 所以沒有看到他到底跑去哪裡了 所以立委羅志強他就說了 吳秉睿有人偷案 民進黨現在又偽造文書了 那吳思耀要不要追究一下呢 因為當時國民黨這個立委 盧憲依不在台灣的情況之下 竟然投票 當時吳思耀就說嘛 這個是偽造文書 好這一回換成民進黨自家的立委 不在位子上 但是竟然有人帶頭 所以羅志強就繼續說了 看民進黨要在那邊出陽下 現在真的是一件賞心悅目的事 好另外葉元芝他也說了早上呢 總共是表決了第七八九三個案子 那麼吳秉睿自己說他在第八案投完之後 他就走了 那為什麼第九案的民進黨動議 他還有投票呢 是誰幫他投下去的 他就說吳思耀你再凹啊 好所以吳思耀怎麼回答呢 他說他的座位在最前面啦 所以他看不到最後面的吳秉睿 那如果真的有發生待案的事件 他說這個就是不對的行為 但是事實究竟是什麼 好這個還有待釐清 所以我們接下來 先來聽一下羅志強他的說法 聽民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 重複表決 現在進行重複表決時間 一分鐘 現在開始 乖 前面有的人不見了喔 我過去看了一下真是才不敢按 早早就吳秉睿跑啦 吳秉睿 吳秉睿你又出事了 我又走了啊 而且前面有人幫他按 前面有人幫他按 我剛過去查 查座位表就不敢看 記民表決時間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吳秉睿現在不敢投啦 前面前面前面是誰幫他帶投的 前面前面是誰幫他帶投的 我走過去他才不敢投的 我走過去他才不敢投的 對不對 上一輪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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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对不起啊 吴秉瑞是我们队友啦 啊对哦 对啊 不是啊 吴秉瑞上次 谢谢吴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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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就是支持沙拉 你的手就是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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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因为支持你的关系 对啊对啊 对不起吴秉瑞 106人 赞成58人 反对48人 赞人将帮助他们 对对对 赞人将帮助他们 对对对 赞人将帮助他们 对啊 对啊 这边有什么动议啊 可以问吗 民进党这个提出的行政院 履行政治承诺 立即停止在江兵工业区 新建金顶横跨路 方面会本现在继续开会 由于本市会未有的提出 立即十五岸 就不进行与十五岸 不担任 我们已经接到 第一次贓銀行 出租赞的横约 出租赞 这边 台湾的右边 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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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快尽快 我去查錯之後 後面就不投了 吳秉睿 有人帶投 就這麼簡單 而昨天韓國瑜他也是罕見的動怒 而且還是十分的霸氣 要大家都閉嘴 那麼主要呢 就是在黨團協商的時候 傅崑奇還有吳四瑤 兩個人是直接吵翻天了 所以韓國瑜他就罕見動怒嘛 叫大家都閉嘴 國民黨立的王宏威 他就說這個是民進黨的詭計 這一次的假期動員是相當臨時 是一個臨時的組織 因為當時國民黨立願黨團獲悉 民進黨即將要假動突襲闖關 他們根本不尊重韓國瑜 沒有任何協商的意願 那我們來聽一下王宏威的說法 昨天大概下午很晚的時間 突然黨團一個一個打電話 給我們所有立委 就說明天假動可不可以配合 因為事實上就說大家知道 因為我們是五二一次會 那上個禮拜五就是有些已經表決了 本來我們認為在星期二 應該沒有什麼表決 但是突然臨時發動要假動 那我們今天早上去開 那個黨團大會的時候 就說後來我們黨團的三長 就是包含書記長 就是我們總召書記長 副書記長 那都跟大家抱歉說為什麼這麼臨時 是因為知道民進黨要突襲 因為民進黨昨天在下午的時候突然也是去動員說他們要發假動 為什麼呢就是針對這個洞長電架的案子 還有這個彰化的這個 這個馮化廠的案子 因為這這幾個案子都是正好他能動期在一個月 那照理說呢 過去的程序他應該是經過院長協商之後 如果協商不成才要表決 好那但是為什麼昨天會這麼緊急 因為我們也沒有料到說 竟然沒有在院長協商的過程 你就要發動表決 因為民進黨其實真的沒有再想要協商 他也沒有想要尊重韓國瑜 他原來想法 他原來的想法 就是他直接表決 不要院長來協商 你知道嗎 那後來呢 因為我們得知民進黨的軌跡之後呢 就趕快發動假動 所以民進黨一發現說 我們發假動 那民眾黨雖然好像之前就說 會有一個立委不能夠參加 但是兩個加起來 那他們就沒戲啦 好所以呢 他們就開始那個假仁假義了 就說那要那個院長來做協商 那對我們來講 其實我們在黨團會議的時候 曾經也有討論到 那是不是既然你想要對決 那我們誰要怕你 那我們也跟你對決 不要經過院長協商 我們直接對決 但是呢 那時候 那個就是副總召他認為 他說這個還是要去尊重院長 不要跳過這個程序 因為院長也希望說 他現在就是韓國瑜當院長之後 他希望建立一些制度 不要動不動就有例外 所以呢 我們就是尊重院長的協商的這個程序 可是我們本來就知道 因為呢民進黨的軌跡被我們釋破之後 那他發現說他沒有辦法直接訴諸對決 那他也發動假動啦 那所以呢他就要去拖延整個的表決的時間 所以你就會看到在整個協商裡面 他們就開始用冗長的發言 所以呢到最後我們就是最後把他拖的時間也夠了 所以我們最後就是用對決的方式 對那對決的方式事實上 後來我們很感動啦 因為本來我們想說江啟成因為副院長 我們盡量不要讓江啟成進來表決 那高經委員本來也是在選區裡面有形成的 他後來到早上時候 實際他也趕到現場 我們真的都好感動 那我們加上民眾黨 那個就是有絕對的優勢嘛 那所以今天可以說 民進黨是偷擊不成18名你知道嗎 因為他自己本來想發動假動 想要來突襲 結果呢被我們突襲成功你知道嗎 然後而且最好笑的是沒有錯你知道 在這過程裡面什麼何欣醇呢不見了啦 劉介國也不見了 那最後吳秉瑞是被那個羅志強抓到說 奇怪吳秉瑞是很早就不見了 為什麼剛才還... 有人帶頭對不對 對 就有人帶頭啊 有人帶頭按照你民進黨的那個說法 不就是偽造文書嗎 這就是民進黨啊 你們要做這種造業 就是你們自己的那個惡果自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一身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抗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一身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Foodseal feel good